各位小汽车观点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每个月一次销售数字报告的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要报告的是 2024年9月份台湾市场整体的销售数字 在9月份呢 台湾汽车市场一共领牌了36,532台的新车 和去年同期也就是23年9月相比的话呢 是只做到了去年同期的98.5% 也就是说有1.5%的衰退 那几个市场的资讯呢 重点先为大家报告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衰退呢 以9月份的总市场 刚报告过了36,532台新车 就去年是衰退1.5% 不过相对于上个月8月份来说的话 倒是成长了24.2% 那大家都知道上个月是民俗月嘛 所以本来就是传统上的淡季 那累积到9月为止呢 台湾汽车市场在2024年1到9月 总共累积挂牌的是344116辆 相较于23年的同期来说的话 是衰退了1.6% 所以无论是今年累积或者是9月份 大概衰退的幅度都差不多 只差于0.1% 这个是市场重要资讯先为大家来做说明 那个别的车种和厂牌来看的话 以前10名来看 这一次有一些变化 因为呢 Toyota的这个Corola Cors要改款 所以他把9月份的销售冠军呢 让给了Yaris Cors 这也是Yaris Cors首度超过Corola Cors 那其中更惊奇的是 商用车Tong S 更是一举来到了2144台成为Toyota车系里头的销售冠军 这个是Toyota本身在这个冠军里面呢 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再来就是政策性的问题 基于目前产发署要求国产车厂呢 特别是跟对岸有关的品牌 新的政策要遵守 就是这个自治率的承诺啦 要做得到 所以呢影响最大的就是AMG嘛 所以AMG在库存分阶段挂牌之后呢 也使得9月份一如8月一样 销售上都是比较不是那么畅旺 都是比较暗淡的 那其中AMG4更是只有两台 那另外也受这个政策影响的 Hongle的Costing也只交出了13台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CRV CRV已经连续这个两个月算是成绩比较差了 也仅有882台的成绩 反观呢图上L和X-Trail 反而现在就显得比较稳定了 相较于CRV来看的话 那M7的话自从上个月跌破1000台之后 9月呢它的领牌是逼近600台 也是有稍微有点下滑 不过它的累积交车已经突破了6000台了 在9月份因为Tesla大量到港 所以Tesla总交车量也来到了2261台 排名晋升到第二 全品牌第二 那另外呢 Mercedes-Benz还有Lexus的这个之争呢 已经延续非常久了 那9月份Mercedes-Benz自己25台 显胜Lexus其中呢GLC更是大量轿车 好这个是9月份的一些 从账面上来看 给大家一些 先有一些概念来分析 这些重点报告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就是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这个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一向只分析前10名的品牌 那关于其他各车种详细的数字 请参阅说明栏 这个点回我们小汽车关联的本站 数字非常详细 大家自己解读 好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了 这2024年9月1到10名 当然第一名还会是Toyota 但是这个Toyota有破万 这个成绩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有它的水准 特别是跟去年相比 虽然市场衰退 但是跟去年同一相比呢 Toyota逆势成长了15.5% 市占率也来到28.1% 那这个其实是还不错的成绩 那另外呢 在跟上个月比的话 则是跟整理市场一样 都是大概成长24%左右 那Tesla的话因为大量来车 所以串到了第二名 这也应该是Tesla 这个名次表现最好的一个月之一 那市占率来到6.2% 那跟去年同一相比超过8成的成长 但是这个是特例 那第三名的话是Mercedes Spence 那这第三跟第四应该一起看 刚刚有个为大家报告就是 Lexus和Mercedes Spence呢 其实只差25台 但就差了一个名次了 其实市占率呢 两个是差不多的 一个5.8一个5.9 但这两个品牌和去年同一相比 都有16.7%的成长 所以算是真的卖得很不错 那上个月的这个成长相比呢 Lexus呢更是超出了市场的平均 那宾市的话 虽然没有像Lexus表现这么样的好 但是呢整体的数量还是很棒的 那再来就是第五名BMW BMW呢最近可以说是越来越强 在9月份交出1911台的成绩 市占率已经来到5.2%了 和去年相比呢 是前10名里面的冠军 成长了3成9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跟上一月相比也是很厉害 成长了将近6成 所以BMW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探究一下 到底为什么那么强 不过讲完前五名大家看 扣掉Toyota之外 几乎全部是豪华品牌 Tesla冲到了第二 Mercedes-Benz还有 Alexis可以说是评分三四名 那第五名BMW也是紧咬在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以往国产车的这一些评价品牌 都已经退到五名之外了 这个月是不是特例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就是台湾车是很两极化了 评价品牌跟豪华品牌 是两个集团了 几个主流的豪华品牌甚至是独走 在台湾现在不是买冰市BMW Tesla就是这个评价品牌 中间的中阶品牌已经消失了 那接下来看第六名是HONDA 台湾本田市占率5.1是第六名 其实这个虽然在除了TOYOTA的评价品牌阵营里面 HONDA算表现还很不错 但是呢 真的是和豪华品牌有一些差距了 特别是我们看第六名以后 你看去年比这一栏 这个栏位 第六名到第十名 跟去年比起来全部都是衰退 那CMC呢 大概是跟市场差不多平盘 CMC中华 但其他的 不管是HONDA 不管是Nissan 不管是Mitsubishi 都是大幅的衰退 虽然相较于上个月呢 有大幅的成长 比如说Nissan 相较于上个月成长了破四成 以总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月表现相较于上个月是好 非常多的 但是呢 它也只勉强维持在九名的位置 所以市场的变化 我们每个月每个月为大家来报告呢 其实都有预告出一些东西 那确实 以这几个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车市 在评价品牌方面呢 是非常辛苦的 评价品牌包含了一些进口的评价品牌 包含了像Shkoda 像Voxfaden 如果你在这几个品牌卖车的话 都可以感受到这几个月 整个销售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后面新车又跟着来了 所以第一线的同仁呢 当然是非常辛苦的啦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一个一个品牌分析 首先第一名Toda 和去年同仁相比成长15.5% 这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啦 但是结构性的变化刚刚有为大家说明 就是Town S居然变成现在 Toyota卖的最好的车了 那CC当然是非战之罪 因为呢 它的改款 在今天刚好发表 今天CC的改款 大降6万元 它的入门车 重回了8字头以下 就799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 其实Toyota的压力很大 这市占率要守在大概20% 28 29% 是很辛苦的 所以这一次也下重本了 主力哦 全台卖的最好的车 Cola Cross 改款之后 居然降价 最多降6万 那如果再加上一些配备的话 我刚刚跟他们聊天 这个商器人聊天 他们说 大概他们那部抓 大概降了大概有12到15%之多 所以这个也说明市场竞争的激烈了 那下个月10月份 我想没有意外 Cola Cross 又可以回到台湾的 单一车总销售冠军的宝座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RAV4 RAV4据说 目前的店头折价非常大 这也反映到 等一下我们来看到 第六名Honda 为什么跌到第六名 因为CRV很惨 就是面临RAV4的 大幅的压制 那RAV4光 Hybrid一个车型 已经快要追上 CRV的全车系的销售了 RAV4的话 Hybrid是808台 等一下我们看到CRV 也是800多台 那整个RAV4的话 你看Hybrid已经占到 一半的销售了 所以现在销售的趋势 在慢慢在转变 以前都是汽油为主 但各位要知道 很多人都说 电动车没未来 其实电气化 是真的逐步在发生 以前大家对于Hybrid的 接受度低 但现在大家对于Hybrid 是有很高的接受度 对于纯电车 其实也是 但是呢 现在很多主流的媒体 都在带风向 其实电动车呢 据我了解 欧洲 他们并没有改旋意志 他们并不是说电动车又放弃了 没有 他们现在只是在逐步调整 看用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招式 可以迎战中国大陆的平价的电动车 电动车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那短期内 当然在衔接上来之前 Hybrid会是一个趋势 这台湾也慢慢可以反映出来 所以未来没有Hybrid的车款 我觉得应该销售上 会遇到一些阻力 除非那个等级就是没有Hybrid 比如说商用车 轻型的商用车 那未来 甚至连3.5吨 5吨的车 这个商用车 都会逐步存电话 各位在一两年后 就可以看得到了 如果没有看得到 翻这一期的影片来看 反正也不会删掉 这个是趋势 不可逆的 好 再来其他车的话 我想就不值得多看了 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 看图表上就了解了 那其中呢 Alpha 各位有看到 Alpha 133台 虽然绝对数量不多 但是交车量逐渐出来了 最近呢 转单的价格有下来 以前都要65万 现在各位看 40万内 甚至35万 30万 都有人在转单 这代表什么 车员逐渐进来了 该买的人 大概都差不多 已经陆陆续续在交车了 那包含 Prius PHEV 也是一样 好 再来看进口车的话 进口车 我们来看 这个Granvia Caola Caola Sport 等等这些 都数量都不多 有一些车还在欠车 比如说Krong Krong是真的还在欠 这一页的话 Sienna 73台 刚刚差一点看错成Sienta Sienta最近TNK 不才刚撞出来吗 但是 好奇怪 撞出来之后 这车就要下市了 据说呢 Sienta 已经快要打切了 后续呢 Krong会帮日本代工生产 右驾的Voha 这样子的车子 然后其实在日本 大家去日本自驾油厂 会租到这样的 中型的七人座的车子 但会不会有台贵的车型 我想这一代不可能 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是下一代 如果这个车国产的话 我觉得应该接受度 会比Sienta好非常多 因为这车呢 也是载车艇 但是三拍椅的空间 真的相当够 而且车身的Size 不会太大 又有油电 真的非常适合台湾的需求 但是 何泰跟国瑞呢 要不要再鼓起勇气 投资一次 全球独有的 左驾车型呢 这个就看他的判断了 我的判断是 再勇敢一次 争取一些海外的地方 或许可以维持 加动率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好那再来 我们来看第二名Tesla Tesla其实也不用多看 这Model 3破千台 Model Y大概接近一千台 这个其实就是大量到港 不过也因为其他的品牌表现比较弱一点 我指的是国产车的品牌 所以让他创造了第二名 当然也是可喜可贺 不过就是大量来车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次的成绩 这个也是要恭喜Tesla 那当然也恭喜很多Tesla的车主 都上个月领到车 顺利上路了 好再来第三名 第三名是Model C.S.S. 只以25台之差领先了这个速底Lexus 那和去年同意相较的话是成长了16.5% 宾市的部分 以整体市场来说的话 有成长就是好事 但是成长的幅度相对于其他豪华品牌来说的话 可能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我们可以来看 主要工程就是您在图表上最左边看到的GLC GLC 759台 可以说是成长蛮多 也算是大量来车 但其他的车子的话就是车海战术 把这个市占率一块一块这样捡起来 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宾市销售的同仁 哇这个售价表一摊开这么多 哇到底有多少型车可以卖 那消费者选择也非常多 反正他们的策略就是 你走进来就不让你走出去 一定有一台宾市适合你 所以这个车海战略到底对还不对呢 这个以原厂的角度来讲 可能开发的成本会多非常多 那车型的库存管理 甚至后续的一些广宣 这个教育等等 成本都会跌得非常高 所以我看现在呢 双B还有奥迪 这种车海战术应该会渐渐缩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我们上个月有试CLE CLE就是C Coupe跟E Coupe合并了 以后慢慢也会合并 据说GLC的Coupe也不错了 所以如果想要买多元化的车型的话 趁现在 当然这个短期内不会改变了 这个还久了 再来我们来看第四名 第四名是Lexus Lexus和去年同意相较的话 大概十几%的成长 但是也是大于市场的衰退的 那其中工程当然是NX NX889台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跟GLC的距离非常近 虽然还是领先GLC 但是逐渐被追进当中 那其他的USRX 其实领牌都是400多台 这也就是以往的成绩 那这个月LBX来了 据说有人 LBX等了一年之久 现在开始慢慢车来了 那ES的话 按其他的成绩就稍微弱一些 不过靠几个主力的车种 还是可以撑起不错的销售量 刚刚特别提醒 就是豪华品牌现在非常的强势 我想台湾有钱可能真的很多 好 再来第五名是BMW BMW和去年同意相较成长了三成九 非常的惊人 那我们主要来看是哪一些车子 当然最重要的是X2来了551台 其中纯电的IX2来了354台 原谅我眼光没有看着镜头 因为我特别确认了一下是不是 哇 X2是大量到港 其实这有点像Tesla 大量到港一样 这个X2呢 其实这一代特别是纯电的 IX2我觉得很超值 没想到你看市场上的反应 真的是这样吧 所以订单接得满手 那原厂中有车来了 那第二名是什么呢 第二名是X1 那其中IX1呢 也占了将近一半左右 所以BMW的纯电车是相当高的 比例哦 这个是不可逆的趋势 因为BMW的电车真的有开过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的车主 这个我觉得比油车好非常多 如果你真的不是要有那种 那种换挡的情节的话 电车真的又快又安静 又好操控 同样的车体 电车因为重心更低 油门的反应更快 所以呢 其实越来越多人认同 而且BMW其实在车电网方面 也做得不错 而且质感各方面设计 市场会说明一切 就是你推出好的产品 好的策略 市场就会膨胀 好那其他的大家 大概稍微自己看一下 主要BMW也是 因为X1、X2的单接的非常好 然后有车子交 那第二页的话 你看车的数量一样是相当少 那现在终于来到第六名 国产的平价车了 Honda已经到第六名 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 就CRV面临的上个月 RAV4的折扣的压制 所以你看大概只剩 RAV4一半的量 那和RAV4还不一样都是800多台 虽然说800头跟800尾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CRV只有去年同期的63.5% 这个真的台本要赶快想办法 因为这个车卖不好 不是台本有压力 经销商压力也很大 但对于消费者来讲 这样才能用合理的价格买到车子 所以下一台新车 要不要就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就好了 Honda的车很棒 没错可以贵 但是不能贵的离谱 这个我也讲很多次 所以现在的折价 就是市场反映合理的价钱 所以为什么有些车子 折价之后卖得动 有些车子折价之后还是卖不动 有些车子如果折价之后还是卖不动 就代表这个价格 还不是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 所以定价的策略非常重要 宁可一次就定对 因为第一次做对 总比第二次再来修正 它的威力更强 接受度更高 那CRV绝对是好车 那我们也希望后续还有新的产品动作 比如说Hybrid能不能导入 刚刚我有讲到 其实现在台湾的市场 是跟世界区是跟得很紧的 电气化是不可逆的趋势 纯电车虽然欧美的车厂 现在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纯电的方向是不会变的 现在说要再重启燃油引擎的研发 燃油引擎的生产 那个都是权宜之计 因为整个要翻过来 你要经历非常多的衔接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顺利衔接 所以这都是暂时的 那回归到台湾CRV是需要油电的 油电卖130万 我觉得大家可以肯定 但是如果只有纯油卖到快130万 那当然市场会觉得就比较贵一点 好那你看Fit的话是合理的数字 接近500台 HRV也是 那这个Civic的话补不到多少量 因为毕竟也很贵 好再来看第七名是CMC CMC的表现还不错 虽然是衰退 但是大概跟市场上比较接近的衰退 那其中Verica的话还可以做到945台 这个表现算是差强人意的 那因为大改款的资讯也都出来了 大改款这一次预计会加入AIDAS 所以呢整个战力看起来会很强 那当然现有的车款 商用车不像轿车可以等 因为要买就是这个时候要买 所以还可以做到毕竟1000台 虽然只有Thomas一半的量 但是看起来还可以啦 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 Zinger的话616台 就是维持在600台的水准了 这也不容易 那Zinger是改得好 所以市场肯定嘛 1.5T加8速的ZF变速箱 再加上全速域的ACC车道维持等等 都是市场上想要的东西 所以当然市场上也给它肯定的反应 不过可惜的就是商女车市场很固定 就只有这一块 所以你也不可能冲上1000台 很难嘛 那如果中华CMC靠这两台 可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不错了 那后续的话 Mitsubishi据说明年后年 还会有两台全新的车 那当然也会停掉一些车 比如说Lancer已经停了几个月了 那另外Outlander我想也势必须要停了 在未来不久了 那其他的车会有什么车呢 我想国产化Outlander应该是比较不可能了 因为国产化的X-Trail这个双升车已经上了 而且市场反应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热烈了 所以应该同集团不可能再投资两台一模一样的车 虽然说外观内装有一些差异 所以我想可能小车吧 那我也没有确实的讯息 那有的话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这个说明 那当然值得大家期待 Mitsubishi的全新的产品 听起来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现代 现代也是就跌下来了 不过本月来看的话 涂上L的话 562台大概表现算是持平 没有像有几个月突然冲上了七八百台 但是涂上大概五六百台是持平的 那这个月Porter表现是很棒的 Porter跟车的东西相比 有五成七超过了成长 也逼近五百台了 那反而是Venue的话 怎么好像改了HTC之后 后劲有点不太够啊 那当然影响最大的我觉得是Costing 其实如果Costing 没有这一次政策的意外的话呢 应该这个月就超过了正H 混大了 但是这个人算不如天算 Costing的话就这个月只有13台 因为暂时停产 据说呢 现在跟产发署整个在协调 也启动了资质率的相关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相信不久之后 应该会再重新上市 重新生产重新上市 那据说呢 也会有2.0升的引擎 其实我个人蛮期待的 因为Costing如果2.0升的话 应该会比较符合它的尺码跟定位 我这个个人也蛮期待的哦 好 再来看第九名是Nissan Nissan的话 X-12表现还不错 这个跟国产进口合计的话 大概是584台 那E-Power的话 哇 E-Power这么贵 你看还这么多人捧场 所以我之前讲的没错啊 这产品还是会说话的 这产品它敢开掉那个价格 如果产品能支撑的话 市场是会反映一下 那显然我觉得X-12E-Power呢 是越沉越香 就是越来接受度越高 因为口碑会扩散嘛 对于Nissan的这一群忠实客户来说的话 因为它基础很大 它开习惯你上个车之后 再买一部 这个你X-12E-Power 它会觉得这个车真的香气 因为那是开起来很安静 那一双坐起来很高级 所以我觉得接受度应该算是高的 那Kix的话E-Power也有一定的接受度 那只可惜产品末期 所以有接近500台的成绩 进口价格产 我觉得应该也算还不错 那Centra的话就维持平盘 你看Alti时期现在也掉蛮多了 那比较意外的是 你看Aria 大家也说很贵啊 也是有35台胶车 其实以平价品牌的中型纯电SUV来说的话 这个数字也还算不错 那Altima的话要打切咯 因为国外原厂现在只剩2.5了 台湾应该是不会进了 所以如果想买VC Turbo便宜的大型房车的话 大概这一台最后的库存 好 再来我们来看的是这个Mitsubishi Mitsubishi的话 和确认同源相比的衰退就比较多了 那德利卡的话勉强做到平盘 大概650台左右 那Cold Plus的话已经慢慢的要接近尾声了 大概225台也尽力了 但这也是刚性的需求 不过呢 Outlander这个月就83台了 就越来越少 这个我想Outlander应该要停了 那Lancer的话 在初心最后的库存 那Mitsubishi也是很辛苦 那刚刚有提到说 未来会有新车上 我们也很期待未来的新车上 那讲到中华三菱 我们再附带讲一下MG MG是受这一次自治力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牌 当然还没上个品牌不说啦 据了解啦 因为这个很突然 所以也来不及对应 所以就是基本上已经出厂的库存 这一个月的库存是分批在交啦 那当然以这个月的数字来看的话 就会领牌数字就很少 那少的话应该是产销不平衡所导致啦 因为现在都没有在做了嘛 因为自治力的关系 现在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订单的话也没有办法交车 所以这方面据说呢 来自各管道的讯息啦 据说中华现在跟产发署正在积极的协调 产发署也积极的辅导协力厂 帮中华解决 看看能不能符合自治率的问题 所以应该快的话 在政府还有厂商都很努力的状况之下 看看年底有没有机会啦 快的话可能11月12月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复产 但复产的话可能是就是一个车型啦 其他的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努力啦 那这个讯息也让大家了解啦 如果有定这个HS的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就跟以前买药等候一样啦 现在也稍微等待一下 那我想中华跟产发署一起努力的话 应该是可以很快的达成啦 那Custing也是 现在政府竟然有政策了嘛 那政府的责任也是要辅导业者 如何来符合政策上的要求啦 那业者我想也会愿意来配合啦 因为这个环境是要大家来营造的嘛 那消费者的话大家就再忍耐 再等待一下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好以上呢就是9月份 整个汽车市场呢 来为大家做说明 那当然有一些车子没有办法说明到 那也请大家点回我们的小汽车观点本站 去有数字啦 大家可以来自己判断一下 那这个月市场的话 我是觉得有大分的品牌呢 确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市场上确实热度不高啦 而且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啦 就像政策的因素 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嘛 那特别是针对有一些品牌 但我想这都是暂时的啦 那这个月过了之后 11月呢 我想看会不会恢复比较正常啦 那目前整个市场来说的话 是相较于去年是稍微落后一点啦 那汽车业的从业人员 那不管是车厂的人 或者是第一线的销售人员 经销商 甚至媒体 其实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整个市场环境不好 这个生态链就是影响全部嘛 因为汽车业其实相关的从业人口 非常的多啊 像我们也是广义的汽车业的议员 那汽车业的影响 对于台湾的经济当然是影响是大的 因为台湾其实不是只有台积电 跟高科技产业啦 服务业跟传统产业呢 也占了我们台湾的整个经济比重呢 很大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环境越健康的话呢 越好啦 那在这里呢 当然也对我们业内人员 跟大家说辛苦了 那消费者的话呢 大家也多耐心等候 市场的竞争一定是消费者之福 越竞争的市场 各个品牌 各个车厂 才会拿出更多的牛肉 不管是商品更合一的价格 或者是更好的配备 更好的品质 甚至呢更好的服务 越竞争 消费者才越有利 这一期呢 就以这个做结尾 我是小七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